大家好,这里是天摇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为什么有的人遇到难题 总会有一些贵人来帮助提携他 处理做起事情的得心应手一帆风水 在命理上来讲 这种是有贵人运的 我们来看一下哪几种手向特点 有贵人运 首先第一个 就是他这个拇指 我们把这个图片调出来 拇指或者食指有窝纹 这个我们说窝纹就是抖 手指的指纹分两种 一种是窝纹 第二种是流纹 就是波及 如果是手指当中 拇指跟食指都是有这种窝纹 就是这个抖的人 其他的都是流纹 就是这种情况 说明此人的心胸宽大 能够容忍 肚里能够藏身 人缘极佳 善于交际 所以获得很多贵人的帮助而成功 这是第一个 拇指跟食指有抖的人 第二个 只有无名指有这个流纹 只有无名指有这个流纹 就是波及的人 其他都是抖 那么这种人呢 也是有很强的贵人运 善于交际应酬 上能够得到上司的赏识 下面能够得到下手的拥护和相助 所以说直到晚年运势都很强 晚年名望不错 在人们心目当中 不管自己下属还是领导 都是很尊重 一路上很多贵人相助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贵人线 贵人线就是生命线内侧 跟生命线平行的一条短线 又称为火星线 古人也称为这个祖阴文 或者是阴路文 意思就是说能够得到祖上的 这个积乐阴德 能够产生一些 能够对你帮助的东西 就是祖上积乐德 这个是一种贵人线 其实善良 慈爱 遇到事情都能够得到贵人相助 遇到事情能够化险为夷 也容易得到贵人相助 或者事业上获得成功 第四个就是首掌当中的所罗门环 所罗门环就是木星丘上 有一条微微往上弯曲的 围绕着木星丘传的这种细纹 成为所罗门环 也叫木星环 这个是从西洋首相当中的一些说法 那么当然这个也是一种 非常能够真诚的跟人交流 相处非常融洽 抓紧时机 而且那个把握好的机会 属于特别幸运的人 遇到事情总是能够化险为夷 困难的时候自有贵人相助 这种人是一种 由于自己注重外表和个性 加上自己有独到的眼光 能够找到一个相貌 非常好 气质非常佳的伴侣 好了 有关这四种容易得到贵人相助的首相特点 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阳环环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